全是林冬的水 林是从聚的墓 陶渊明以墓心心以向荣 全涓涓而始流的家具 描绘了农耕时代全与林 构成的一幅万物蓬勃 天地人和的美丽画卷 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逐渐深入 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形势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目标 和不懈追求 有一个企业也正在用自己的实践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 实现着造福社会的伟大理想 在我国技术落后 环保难处理带来的低质量 高能耗高污染等突出问题 一直是草浆造纸行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在大量成本低廉的一年生农作物节感 不能得到有效利用的同时 中国造纸业还必须面对 国内森林资源严重匮乏 导致造纸行业对进口木浆的高度依赖 这样一个有关行业可持续发展的严峻现实 在造纸原料以草为主 以木为主的艰难抉择中 全林纸业以技术为支撑 以环保为基础 经过十几年的无限努力 走出了一条 以节感为原料 以本色文化纸 本色生活用纸 本色食品包装纸 本色食品包装盒 生物腐质酸肥料为主导产品的 新型制将造纸之路 构建了一个基于农作物节感 深度利用的新型产业 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清洁生产 和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 产业技术体系完善 产品特色鲜明 被誉为全林模式 技术创新 锻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特别在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中 技术创新尤为重要 全林职业 建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是国家创新型企业 和国家第一批 循环经济试点单位 为了实现 节感至江造纸技术的 全面突破 公司在技术中心 设立了江质科研所 环保科研所 等多个专业研究机构 并与国内外 众多科研院所和高校 建立了长期的 多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关系 致力于 节感清洁至江造纸循环经济的 研究与开发 目前 全林职业已经构建起 覆盖节感收除 备料 制江 造纸 环保 肥料制造 鞍发脱流 脂质产业链 相关装备设计制造等 解感清洁至江造纸循环经济的 系统化 集成化的核心技术体系 累计申报专利200余项 并已取得四项国际领先技术成果鉴定 其中 解感清洁至江及其肺液肥料资源化 利用新技术 荣获2012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借助技术的坚强支撑和创新的强力驱动 一个传统造纸企业突破了 节感至江造纸技术的多个发展瓶颈 正在新兴产业发展的道路上续写着新的篇章 企业发展环保先行 权林职业始终坚持着这一发展原则 并将其作为利器之本 深入贯彻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理念 采用了源头削减 过程控制 末端治理 循环利用等多项措施 实现了解感至江造纸环境保护的历史性突破 在源头和生产过程控制方面 应用解感清洁至江技术 实现了高纯度备料和低污染物产生量 并且取消漂白公断 杜绝了生产过程 有机乳化物AOX的产生 在末端治理方面 建设了占地700余亩的 至江中断水处理工程 并正在扩建占地1000余亩的人工湿地 最终实现中水的全部循环利用 自1997年以来 企业外排水污染物排放指标 始终优于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 目前已经优于国外木浆生产的环保标准 近年来企业产能日益扩大 但水资源消耗和COD排放总量 仍呈下降趋势 在全民职业的人工湿地 近邻游泳水草丛生 众多野生鸟类在这里繁衍生息 形成了一处和谐自然的水域生态景观 2003年和2009年 国家环保部先后两次在全民职业 召开全国造纸行业水污染防治现场会 2011年6月 国家环保部周生贤部长 亲自带领调研组来全民调研企业水污染防治 和转方式调结构情况 并给予高度评价 产品品质彰显企业社会责任 全民职业在追求稳定的产品质量的同时 更注重产品的使用安全及对环境的影响 公司以节感为原料 利用自主创新技术 形成了本色文化纸 本色生活用纸 本色食品包装盒等系列本色浆制品 和腐质酸肥料为主导的产品结构 在确保了生产过程清洁生产 和节感资源全部有效利用的同时 还向市场提供了一系列健康环保的产品 如今 全民本色作为一种全新的绿色环保产品 悄然走鞘市场 并以不漂白真健康 形成了独特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其中 全民本色文化纸 已广泛用于各种中高档读物的印纸 连续三年 作为高考试卷专用纸张 全民本色复印纸 通过了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列入中国政府绿色采购目录 全民本色生活用纸 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特许产品 并荣获上海世博会特许产品创新奖 2012年 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 国家重点新产品 全民本色生活用纸和食品包装盒 均通过了美国FDA和欧盟食品级检验 目前 全民本色食品包装盒 作为塑料产品和发泡餐具的最佳替代品 90%以上出口欧美市场 其他本色系列产品的国际贸易 也正在开展中 开发一系列本色浆制品的同时 全民职业通过自主创新技术 将制浆肺液制成生物腐质酸肥料 产品富含黄腐酸、钾、硫和微量元素 能够显著改良土壤 平衡作物养分 提高农产品品质 尤为重要的是 全民职业首开 浙江肺液肥料化利用的鲜盒 有机链接农业和浙江造纸业 实现了解杆清洁浙造纸与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 在绿色制造的辐射带动下 解杆收购业应运而生 与之配套的国产装备制造业也取得快速发展 基于产生的显著的综合效应 解杆清洁浙造纸循环经济全力模式 被国家发改委列入国家循环经济典型模式案例 解杆清洁浙及废业资源化利用示范工程 被国家工信部认定为国家第一批工业循环经济重大示范工程 从1976年建厂到1998年成功建设内资企业第一条重途高档铜板纸生产线 到2003年受创液体无菌包装自主创新品牌 打破跨国巨头和市场垄断 再到目前的世界首创解杆清洁浙造纸循环经济产业 坚忍不拔的全林在不断自我砥砺中健康成长 如今的全林职业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解杆综合利用企业 成为有志之士施展才华成就梦想的舞台 海内外合作伙伴投资新业的热土 和员工眷恋的幸福家园 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公司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循环经济工作先进单位 山东省企业管理奖 山东省节能突出贡献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 在全林职业的所在地高唐县 已经形成以全林职业为核心 其原材料收购 至产品加工装备制造 物流商贸服务等 上下游相关产业与一体的大型工业示范圆区 与此同时 在全国节感资源丰富地区的技术输出和整场布置工作 也先后在麒麟和黑龙江绳启动 感危人县 充满活力的全林 正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 实现着新的跨越 清晨古老而文明的土地开始苏醒 全林以它豪迈的姿态迎接太阳从东方升起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在国家加快推进节感综合利用 古历史师节感清洁至江造纸等政策的利好背景下 开拓进去的全林人 将依托业已形成的产业优势 抢抓机遇 乘势而上 深入践行造福社会的伟大使命 创造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